内地航天部门公布 完成首阶载轨脑电测试项目 有助研究太空环境对人脑的影响 从而发展可以提升脑部能力的技术 进入为期十年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航天源驻楼太空站的主要任务 包括进行各类科学实验 过8个项目中涉及太空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太空生技术领域等等 由2016年晨周11号载人任务起展开载轨脑电测试项目 已经完成首阶段目标任务 建立了太空脑电测试平台 并且在脑力疲劳、脑力负荷、警角度等 数据模型建立方面随得多项成果 科研团队说 航天源要执行多项复杂精细的工作 这项研究长远来说 有助探讨太空环境对人脑的影响 同时了解人脑如何适应太空环境 团队期望技术最终可以发展成 将人的思维活动转化为操作指令 应用在复杂的出仓活动 或者人机协同工作上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回来本港 警方拉了13人包括7个中医师 同一个中医诊所负责人 涉嫌借着医疗券诈骗政府之助 包括传统疑顾掌制的家属 使用未用完的医疗券 一共涉款4万元 行动中检获一批冒签的医疗券 使用者同意书 买药材和救物纪录等 警方说自去年10月起 收到卫生署转介个案 怀疑有人无认已故的长者医疗券 持有人用他未用完的医疗券 当中有长者早在2020年已经离世 亲友仍然可以利用 已经离世长者的身份证 使用医疗券当中是否存在漏洞呢 警方有发现有药房负责人教唆长者 纯粹用医疗券在药房救物 过程中没有提医生 也有药房已高过市价10倍的价钱 向长者出售海味或者药物 借此进一步获利 过程中会向长者洗脑 交道他们虚假宣称已经接受医疗服务 约防负责人之后 与中医师串谋系医健通系统 领取相关医疗券津贴 再进行拆帐 警方说涉事中医诊所都围于将军澳区 以串谋诈骗一共拘捕九男四女 介乎40至83岁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提醒 违法使用医疗券有机会触犯欺诈罪 最高可以判监14年 无线尼士记者叶子华报道 卫生署说市民如果利用 已经离世长者的身份证 或者入境处发出的豁免登记证明书 使用余下的医疗券 可能会被控诈骗等的罪行 和需要附上刑则 如果怀疑服务提供者涉及诈骗 也会转介警方等跟进 相关医疗券申报 将会不获政府发还款行 也会追讨已经支付的款行 厨方重新会进行定期和抽样调查 严肃跟进所有怀疑违反医疗券计划规定 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续审 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建雄继续作供 说黎智英要《苹果日报》英文版 指报逆权和抗争内容 也开放平台给身在海外的通缉人士投稿 又曾经指示广告部给黄店免费登广告 第16日的审讯 重返证人一传媒集团前行政总裁张建雄继续作供 主要围绕《苹果日报》英文版的编采 洪放民道推出英文版为了得到国际关注 以及希望外国行动是指什么行动 法官李运腾补充问 黎智英又没有曾经说过他期望外国什么行动 张建雄说是指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 包括制裁 2020年5月下旬或6月初 人大常委会准备订立港区国安法 黎智英当时在一次饭盒会已经提出这个说法 英文版分为专题、新闻、访问和专栏四个部分 2020年8月 黎智英发信息给负责英文版的时任 执行总编辑冯伟光 附上英文版一篇美国大选文章连结 说无必要报导 应该专注中国新闻 英文版随即停止报导国际新闻 约一个月后 冯伟光提出英文版内容种类过小 都是逆权、抗争、制裁等 建议加入旅游、饮食等副刊内容 张建雄向黎智英请示 但黎智英说不同意 认为会淡化焦点 表明英文版要偏旺 引起外国关注和舆论 应该专注报导 例如亿权、人权等大型专题 法官李运腾说 《苹果日报》所有编採决定 都由黎智英作出 而不是由社长决定 张建雄同意 法官再问其他报章是否这样 张建雄说 很多传媒都有自己的编採方向和政策 老板又个人风格、立场 除非好放手、不完全处理业务 专栏方面 张建雄说黎智英曾表示 私人助理Mark Simon 以及一传媒前董事Mark Clifford 会找寻手 自己不清楚寻手来自哪里 而黎智英也指示 如果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身处海外的通缉人士来稿 可以刊登 因为他们会获港人同情 也可以在外国为香港发声 但不想被上纲上线的话 就不便给稿费 不要令人觉得《苹果日报》之助流亡和通缉人士 红方又在庭上展示一篇《苹果日报》英文版文章 提及支持黄色经济圈 红方问《苹果日报》有没有为黄色经济圈提供支持 张建雄回应说 黎智英觉得黄色经济圈需要存在 对抗争运动有好处 2019年曾经在同广告部的会议里面 指示要做撑小店活动 给黄店免费登广告 2020年12月 张建雄探望正收押的黎智英 请示如何继续运作《苹果日报》 当时黎智英说 不用怕继续做 照原来这样做吧 张建雄解释意思 是继续按黎智英原定的方针 支持抗争希望外国西方继续关注香港 提供援助 英文版案原有方针选择稿件 张建雄也告知其他高层 说黎智英很有战意 叫他们不用怕 洪放之后开始播放黎智英 在Twitter上访谈嘉宾的直播节目 预料今个星期完成主问 按程序会到辩方盘问张建雄 无线尼士记者叶子华报道 经济日报社评 港府刚刚拍板 然后实施垃圾征费 但暂时如期4月下旬启动的 即器交品管制计划 正有另一轮的争议发酵 近年禁用单次交餐具 欺名占成国际惯例 在香港亦都已经咨询和研究多时 为走数 毕竟牵涉大量的常生活习惯 环保部门的宣传推广 并且是严重不足 以致坊间不解处处 怨声连连 由于官方周边发规 同配套亦见疏漏 最终减费功效 恐怕大打折扣 本地走数新发实施时间 距今已剩下不够三个月 主策官员必须赶紧 同商民厘清要求 释除疑虑 赠取为后世 疑风逆续打好基础 文贵报写平 警方近日拘捕13人 涉嫌利用已故掌者的医疗券 串谋诈骗之助 医疗券是公帕 是政府给掌者的福利 任何人从中诈骗谋利 既违法亦不移 必须严厉打击 事件反映 不同政府部门之间 信息未联网造成漏洞 给了骗徒可乘之机 随着医疗券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政府必须加大力度 打击各类违法滥用行为 更加要加强 与内地执法部门的沟通联系 用好科技手段 確保公帑是用得其所 欢迎收睇中华略映 不少人会趁冬季去冰雪游 不过不一定要去北方 在南方亦都可以体验 冰雪运动的魅力 排队上雪山 再由山顶滑下来 在广州这间室内滑雪场 有不少人在家门口 享受冰雪落罪 感觉挺不错的 之前是在山东那边 微海那边滑雪 差不多太多吧 室外的放酒里也差不多 滑雪还没啥阻碍 感觉很神奇 然后之前一直有看北方人滑雪 就感觉他们很爽 很羡慕 港澳旅客北上除了救物 也都有多一种体验 觉得挺好的 就是高铁来回其实挺方便的 在这里订个酒店 然后玩几天才回去 我的课程可能会更加密集 尤其是港澳的客人 他们可能会在我课程 百分之六十左右比例 滑雪场去年客量岸年增长大约两成 其中港澳旅客也都有相同增幅 无线电视记者胡朗坚报道 苹果之乡陕西洛川原盛产苹果 储存和运送都要用麻包袋 未免不浪败完好又闲置的麻包袋 当地有民间手艺人 以麻包袋来作画布 再结合展纸刺繡等手法 创作无麻兽 一起看一下他的作品 迎亲队 纺绩 打鼓 一幅幅反映陕西农村生活和习族的作品 是出自六川原手艺人黄桂年的手 他用肺气介绍麻包袋做画布 针线做画笔 透过扎、绩、绣的方式 制作无麻兽 洛川原作为苹果之乡 苹果自然是被刺繡的对象 近日他制成一批新作迎接龙年 这一幅作品就是能扣理孩子 想象着生命生生不死 这一幅作品就是龙和成果 就是龙修 进龙修平 这一幅作品是进龙修建签 进龙裁作祥元和建签 他还不忘全秀手艺 他还不忘全秀手艺 黄桂年的作品多年来都吸引游客来参观 购买帮助他增收致富 母线电视机载周海音报导 超过400年历史的山西商鱼古堡 经过收集之后成为旅游打卡点 一起看一下 华于山西渗水远 由砖石土木结构建造的商鱼古堡 长280米 宽150米 总面积大约32500平方米 采用中国古典城池的内城外国模式建造 内部街道策略有序 四周靠城墙守护 被认为中国北方乡村第一名代古城堡 古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护城河 还有藏宾洞 包括像迷宫一样的小街巷 甚至在我们的地下管网当中 它也有非常独特的一条逃生通道 那么所有的一切 那么也是我们整个古堡当中 军事防御中的一个典型 2013年 这一度被国家文物局选为古村落保护 利用综合试点 中央提供资金 收线观测 岁虎等重要院落 古堡开发了八个各具特色的文化主题院落 去年建成景区 最独特民居就是双插花圆 两厂以防高出中间主房 好像古代科举制之下的探花棺帽 又叫做探花圆 景区至今接待游客近20万人至 计划日后发展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无线电视机仔彭建华报道 这次中华日景博多云 讲过年升3天 累计升12点 我们外围美股都配合 道指上回38,000水平 标准500指数和纳指上年升5天 标普500指数是修市新高的 恒升指数今早上升了3天 之后我们低开53点 看看最新情况 最新跌60点 16159 各个分类指数是个别发展 388港交所高1% 若鸣生物开始都醒神 高开超过4% 现在下面20天线的支持位是166点 再下面是10天线 我们最近修复两点平均线 10天线是15600 头顶上50天线是16600点 现在卡在中间 上还是下 今早早稍微偏远 補充内地股市上证低开0.2% 深证成分指数低开0.5% 今早早低开部分都是因为A股偏远 总成交到63亿多 我们看看期指最新情况 职月份跌14点 挑挑19点跌峰 16164 成交接近16000仗 看看会约港股情况 排的一位很少有国号集团上房 达到53元暂时没有移动 腾讯排第二位跌2.6 若名生物升1.45 提到他开始飙轻 最新升风仍然挨近半成 阿里巴巴跌过2 跌幅超过1% 友邦暂时靠稳 看看六至十位 港交所升2.6 升1% 比亚迪股份跌超过2% 至193元水平 中海游升3.6 升幅超过2% 今早看到大行唱好 平保最新跌2.34 恒指牛正报8.5 看看新经济股指标 恒生科技指数 最新3259点跌50点 看看中特股 近期炒他们 事关于日前国资委提到 希望央企背景 这些所谓中特股概念的股份 央企管理层多点关注市值 等于叫他们通过 增加派息和回购 增持的手段去撑起股价 两天就炒了两天 今早部分还可以 包括中海游股价最新升2% 14.8 神华靠稳 中交建都是靠稳 其他暂时动不太大 关于大行报告 今早有大行说到 三只电信股份 包括迎光幕第二只中电信 认为派息比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中资行中信简头提到 央企是找经济 找资本的领头羊 市值管理 纳入为央企负责人的业绩巧合 相信可以吸引到资本市场的重要举措 有一轮的新行程 即是看好意思 新能源车股份 今早早走势都是疲弱 整班看一看股价 暂时走势跌幅至少1-3% 内地官媒经济日报发文 提到新能源车的产业要避免乱象 当中提到的怪现象包括增量不盈利 即是一路生产但没有钱赚 官媒又点名 有没有什么政策后续 可能大家都会观望 看看减肥药相关股份 Tesla股价昨晚跌成1.2% 因为集团业绩差预期 今年卖车的目标也没有给到 市场有些担心Tesla影响到股价 我们减肥药应该没什么关系 但彭博有一个报道 减肥药概念股取代了电动车股 资金可能就不搞电动车 走去搞减肥药股 但说完之后 若明康得得升 暂时2%左右 其他暂时升升跌跌都不太大 简单看看科网类股份 软银完成减持阿里巴巴 未来就不打算在市场买卖阿里的新股 暂时股价跌了1% 其实减持完成是好事 消除不明落 但股价连日上升之后 阿里巴巴今早回吐 国家新闻出版处批了115款游戏 批得多 但在游戏股暂时个别发展 内房股简单看看 今早早都是向好 中国海外龙湖都升超过1% 下午见 近日社交平台Facebook 出现多条以心偽技术 偽造架电视英文新闻片段 假冒官员和名人介绍投资计划 华尔是骗局 业界说Facebook有能力查证影片的真偽 但一直未有积极处理 建议政府立法规管 Facebook母公司Meta回复说 不允许平台上出现诈骗行为 又说一旦发现会立即删除 We know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people to buy property in Hong Kong By investing just two thousand Hong Kong dollars You will earn two hundred seventy thousand Hong Kong dollars every month 有金管局总裁余偉文教投资 有市民看完都说心动 但这段无线电视新闻英文报导 主播和受访者的说话 其实都是野心艺技术艺造 华尔是投资骗局 娱偉文的假片下架之后 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场 接受无线英文节目访问 还有美国富商马斯克 全部都是以心艺技术 艺造当事人动作 表情和声音虚构内容 无线回应说 留意到近期越来越多无线的新闻片段 被改动作欺诈 用新闻片段是比较上专业和中立性强些 市民看到的时候就发觉 连新闻的主播都是报道这一只产品 容易一些说服到一些普罗大众 去买去介绍那只金融产品 从而就骗了市民大众的钱 藏货业介话 Facebook等社交平台 有人工智能程式查证影片真偽 但有立法会议员质的 社交平台透过受欢迎的影片赚钱 未必有有因积极审查 建议政府仿效欧盟立法规管 令到平台会更加积极 或者它会有必须性 去配合警方执法 或者有任何内容移取的时候 它可以更加快去做 也希望平台通过 如果我们有网络安全法 它们也会加他们自己的装备 他认为政府也应该加强教育 增强市民防骗意识 无线电视记者杨贵卿报导 憧憬财政预算案进一步减辣 代理预期楼市成交有望回升 不过农历年之后的传统旺季 可能比以往迟出现 按揭顾问就相信 利率有望见顶回落 有助事放回暖 虽然早前施政报告放宽多项楼市辣椒 不过整体楼宇买卖登记 仍然连跌两年 创33年历史新低 踏入新一年市场憧憬 下个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 将会进一步减辣 甚至撤辣 代理相信有助刺激交投回升 如果是撤烧辣椒 令到人入市的负担不太重 就开始远入市 再者来说 在农历新年之后 传统的旺季 如果香港市民恢复信心 工资慢慢稳定和增加之后 始终房地产都是 中国人或者香港人 都是传统比较喜欢去投资的产品 我自己觉得 能够那些投资者 能够买回来做一个 收租或者回复上升的产品里面 他们是愿意的 他提及的传统旺季 业界称为楼市小洋春 即是因为假期累积的 购买力释放 令到楼市价量齐升的季节性现象 他过翻查资料 相关效应近几年已经逐渐减弱 出现在市场上 购买的房地产物业方面 是绝对存在的 经济会慢慢好转 再加上人才的输入 再者来说 零售市场有机会慢慢复苏 整体刺激香港经济方面 便会带动楼市 今年全年来说 我自己觉得 那个成交量一定比2023年是好的 除了观望经济和楼市政策 有按揭顾问相信 外围利率有望见顶回落 消除困扰楼市的一大因素 有助改善市场气氛 过去两年 其实加息这个因素 对楼市来说 都是属于一个利淡因素 其实都挺影响楼市 但是去到今年的时间 我相信市场普遍预期 息率起码是没有继续上升的优虑 而接下来息率起码是平稳 甚至今年有机会回落 对于普遍大众来说 都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令楼市有机会恢复回暖 黄美风预期 即使美国启动减息 本港的按揭息率 最快第四季才有机会回落 无线电视记者佐恩玲报道 明报写评 基本法23条今年立法 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特问会 提到将设立专队 展开解说工作 反驳贸建 基本法23条立法 是特区宪制责任 一拖26年 面对现今复杂的 空险的国际形势 有必要尽快完成 不至于具体条文内容 应该本注一国两制原则去思考 罪行定义必须体现一国 如何处理就按两制办事 无论法律程序 还是举证 都应该贯彻普通法原则 体现香港独特性 信报写评 特区政府下定决心 今年代为基本法23条立法 按照行政长官李家超 昨天在立法会出席互动 交流答问会所言 完成立法工作 就可将困扰香港多年的问题 挖上句号 从此无后顾之忧 全心全意拼经济 以及解决民生问题 完成23条立法工作 只是拼经济的先决条件 并不是充分条件 所以无后顾之忧 拼经济的说法 而增添一些补充 就是立法保障了国家安全之后 还必须在招商引资方面 加倍努力 特别是克服地缘政治 所带来的经济挑战 确保国际金融中心 依旧可以发国制裁